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中国日牌传来喜讯 郎平终如回来了 他果然没有让球迷们失望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郎平指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 结束东京奥运会之后啊 郎平指导选择了 悄悄的离开国家地 很多球迷啊 也是感到非常的伤感 那么随后呢 郎平指导回归了家庭生活 抽时间了 陪伴自己的家人 然后啊 还参加了一些 其他的社交活动 以及啊 和好友一起聚餐聊天等等 那么很多球迷啊 都非常关心了 郎平指导是否还会返回球场呢 那么就在近期啊 中国日牌方面呢 终如传来了一条喜讯 那就是啊 郎平指导终如回来了 他回归了自己热爱的球场 根据媒体消息啊 郎平指导 近期 现身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校区排球场上 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高水平的排球课 从现场曝光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啊 郎平指导 一兵细致的讲解 排球继续的 动作要领 一兵呢 还亲自下场进行示范 很多球迷以及在场的学生呢 也是疯狂的鼓掌 那么呢 郎平指导 时隔多日啊 终于是啊 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再次选择了 返回自己热爱的那一片土地 虽然说郎平指导未来是否会选择重返国家队啊 还承载着很大的选令 但是起码郎平指导 已经选择了重返绿排的球场 那么现在啊 郎平指导 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啊 带来了精彩的排球课 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绿排啊 在培养后备人才 那么这些学生呢 如果能得到郎平指导的细心调教 在未来啊 他们是非常有希望 成为中国日牌的明日之星 为中国日牌的崛起啊 共性巨大的力量 那么 从现场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啊 郎平指导 在讲授排球课的时候啊 非常的用心和专注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如何来进行揭发球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关于一些跑位的继续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对于 这个运动人的 这个心理的调试 郎平指导强调啊 场上的队员呢 要谈结协作 并且要学会调整战需 善用巧劲 更为重要的是啊 郎平指导强调了 作为职业队员 要有RQ精神 要学会啊 自我紧压 不要被困难和挫折 所压倒 实际上啊 郎平指导的 话软 也同样 是说给中国日牌的队员听的 希望啊 中国日牌 经历了东京奥路会的惨败之后啊 能够迅速的重整旗鼓 迎来啊 全新的改变 那么最后啊 郎平指导 也是啊 说去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表示啊 要学会接受成绩的祈福 但是追求最好的自己 这种精神啊 不能改变 这种话 同样适应于中国日牌的所有队员 那么因此啊 很多球迷看到郎平指导 能够重返 排球 球场啊 也是非常的开心 认为啊 他果然没有让球迷们失望 而且啊 在整个活动中啊 有一个重要的细节 也是备受球迷关注 那就是啊 郎平指导 在讲课的那一天呢 仍然是身穿中国日牌 国家队的地府 这似乎啊 在向外界释放一个积极信号 如果说排鞋 无法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的话 不排除啊 郎平指导 会再次选择 从此教兵 球迷朋友们 是否支持 郎平指导 王者归来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